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先問問一下這個洪醫師 臺灣的家鄉為經典台菜 真的是很受歡迎 比方說我有很多住在國外的朋友 只要一回臺灣就要吃肉肉飯 或者要吃鹹酥雞 那或者要吃迪咖 這個很多迪咖愛好者 覺得只有在臺灣才能吃到好吃的迪咖 那你會發現各式各樣經典的 這一個美食料理真的是很誘人 但是確實某一些經典菜社裡頭 也潛藏著地雷 沒錯 其實我兒子去美國念書一年 那一回來他最懷念 就是臺灣的這些台菜料理 他說在美國什麼都吃不到 他說美國只有漢堡比臺灣好吃 但其他都沒有 所以一回來我就最近帶著他去吃很多東西 但是台菜料理 其實真的是冥想全世界 大家都覺得臺灣真的是一個美食王國 但是也造就成我們一些慢性病的一些問題 我就先補充一個案例 那天有一個十幾歲的一個很年輕的洗腎病人 那他從那個別醫院剛洗完腎 後來穩定轉到我的洗腎中心來 那我看一個四十歲 因為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那種七八十歲 怎麼會一個這麼年輕的 那就問他你的腎臟為什麼會壞掉 他說都是因為那個臺灣的台菜料理實在太棒了 他說你不要看我現在這樣瘦瘦六七十公斤 他說他以前曾經最胖胖到九十五公斤 他說他那個年輕的時候他本來食量就很大 可是年輕可能還有在運動還好 可是開始上班之後睡眠應酬多 然後他到處吃那些台菜料理 那他體重就直線上升 他說最高到九十五公斤 那結果半年前他們辦了一個那個叫做員工 員工健行登山 他說那一天風和日曆很好 只是太陽有點大 他才走二十分鐘都還沒開始爬山 那就開始覺得胸悶 胸悶到他就吸不到氣 他說他大概有三十秒之後他就沒有任何的意識了 那等到他醒過來事實上在加護病房 他們同事說他就是人就昏厥過去 後來送醫院是急性心肌梗塞 那一次有保住命 可是那一次他的腎功能就嚴重受損 那嚴重受損 因為他平常就有一堆慢性病 他說他的肥胖他什麼尿酸也高 糖尿病啊慢性高血壓 血脂肪這些都高 那經過那一次的一個急性的破壞 整個腎功能就壞掉了 那所以最近就開始我們講說就四十歲就開始洗腎 那我跟大家講這個年輕的案例 其實不是單一個案 我們講說我們如果說真的是台灣美食 他其實有很多台菜料理 真的是比較高高油鹽糖的一些飲食 如果你多吃了這些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每一年衛福部會公布國人的十大使因 如果跟我們這些高油鹽糖飲食 把它加在一起大概七大項都會相關 跟癌症心臟疾病大家知道我剛剛那個案例就是有心臟疾病 還有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性疾病 還有我們的一些腎炎腎病症候群 還有一些慢性病及肝硬化等等 十大項有七大項幾乎跟我們的這些美食料理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假設我們的美食當然說美食這麼好吃 難道就這麼邪惡嗎 我是覺得大家就避開一些陷阱 所以我這邊當然是不潑大家的冷水 我們今天他當然要吃美食 但是就要健康的去吃這些台菜料理 那極點提醒大家一個 一個叫油油亮亮讓食慾大開的 像一些魚香茄子 糖醋魚 看了就是好想吃 炒麵每一條都炒到油油亮亮的 這個要小心 這個通常他的那個一些油鹽糖會比較多一些 那另外就是大家看出來好像很無害的那叫勾芡 滑嫩爽口的勾芡類的 他也是暗藏的一個高熱量的一個陷阱 那另外當然在很多吃台菜料理的時候 記得要多點一些菜 我們有時候高鮮蔬菜很多都吃太少了 大家都吃一些海鮮肉等等這些 那另外就是我們常常喜歡點一些加工類的東西 加工類食品當然暗藏 如果尤其是你肝腎功能不好的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不只是噴調 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就又加了一些有害身體的東西進去了 另外就是那個油炸食物香酥美味 油炸一定勝過所有的 因為光炸下去還沒吃你就流口水了 但是你看他就是一個 對我們身體健康很辛苦的一個食物 那另外就相同食物重複選擇 我們在想說我們講要六大營養素均衡 但是你如果說你去吃台菜 有時候你就是都偏向某一類 比較我們講一些蛋白質類的 澱粉類的 反而有一些很多油脂類的 我們講說你如果說我們自己要選擇去點菜的時候 是不要選擇重複同樣的東西 所以這幾點如果說我們講特別重要 似乎還是可以健康的去吃這些台菜料理 據我最近碰到一個案例 有一個35歲的男性上班族 一來找我的時候他是說他公司體檢 他貧血他血色素只有8.0 正常男生血色素只有14到18 那我幫他檢查了半天 檢查不出來後來還是做了一個糞便潛血 說大便裡面有潛血就轉到那個大腸直腸外科 三個月之後他就回來找我謝謝我 他說謝謝我把他轉到大腸直腸外科 因為他們大腸進去坐進去 在那個降血腸那邊有一個4公分大的腫瘤 而且他的直腸外科醫是說大大小小都是席肉 大腸直腸外科醫在問他說為什麼他大腸這麼糟糕 他說他自己就知道原因 他從小就是喜歡吃油炸 他是那種無炸不歡一定是炸 而且炸到焦的他更喜歡吃 然後另外他膳食纖維那蔬菜水果他是禁蟹不鳴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這樣今年累月下來 這是造就他大腸環境如此惡化的一個原因 那之後因為經過了大腸癌的開刀救了一命 他飲食文化就大大改變 不只他的膳食纖維那些就大吃 油炸的東西就慢慢戒掉 我剛剛講其實美國癌症協會有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說我們的食物跟我們的癌症有什麼息息相關 食道癌的病人他們發現 他們都九成的病人喜歡吃很熱的東西 趁熱吃很容易產生食道癌 一定要注意 第二個喜歡會產生肝癌 他們發現喜歡跟受草發明的食物 像一些黃麴毒素等等這些相關 乳腺癌跟我們的一些高脂肪高熱量食物相關 尤其是油炸的 那另外就肺癌跟我們一些高溫烹調的有關係 那胃癌跟我們很多愛吃腌漬類的食物 像日本的那個文化 他們的胃癌比例就特別高 原來腌漬類的東西可以把我們幽門螺旋桿菌 給大量的那個活化會造成那個胃癌 那另外大腸癌跟我們一樣吃菜少多吃肉 有關口腔癌跟我們這些醃酒檳榔相關 所以我們講食物當然跟癌症息息相關 大家務必要避掉這些容易產生癌症的食物 那這個洪醫師也要提醒大家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宅在家 所以這個活動量也可能不夠 而且很有可能 這個攝取過多的高熱量高蛋白 所以臨床上你們也發現了 糖尿病有年輕化的趨勢 沒錯 大概幾個月前那個疫情開始緩解之後 很多的那個病人又回溶了 那回溶之後這段期間 我發現很多那些慢性病的病患增多 我那天就新診斷一個32歲一個糖尿病病患 這個病患80幾公斤 他說他之前其實沒有那麼胖 是因為這兩年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在家追劇 追劇以前我們講追劇最多買一些零食 不是最近因為外送美食太方便了 他已經叫外送美食 會有一些鹹酥雞油炸類的東西 所以這兩年體重就大幅上升 最近會來找我 他是說最近這樣就會怪怪的 他的食量 他怎麼吃都吃不飽 怎麼吃就吃不飽 然後口好渴 然後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然後就是小便一直上廁所 可是他覺得他吃很多 他之前是吃多就一直變胖 他最近竟然是消瘦下去 開始變瘦 而且他眼睛視力看那些電視 看那個3C層 變得非常模糊 他先去看眼科 眼科其實眼科把它轉整 我看眼科上面寫的轉整單 就寫疑似糖尿病 我們假如說三多 吃多喝多尿多 體重減輕 這個就是糖尿病的減 那我後來幫他研 他的空腹血糖200 然後糖化血度到8.0 正常空腹血糖超過126 就是糖尿病 他是符合 他無法接受 他覺得怎麼可能32歲就糖尿病 我說不管這樣 我說你這應該是剛開始而已 我開了一些糖尿病的藥物給他 我說你努力減重 有機會可以再逆轉回去 就到了